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就可以聊聊五妹娘吗 五妹娘是最近的话题 而且他为了写这个不二啊 而且不是本身彭唐老师啊 就是个收藏家 这个古裕啊 或者是古的旧家具 有一点 我听说品味很好的 然后呢 这个他研究为了写不二 研究了唐朝的很多历史 是吧 那么以你这个研究家来看 今天的这个五妹娘 这个这个凶器现象 您有什么感受 当时是这样的 这个我写小说呢 有一点理科生的这个偏执 就看了很多唐朝的东西 包括当时那个城长的啥样 平时这个女的头发怎么盘 到后有多少试 衣服啥样呢 看了个六够 吃喝嫖赌 这个吃喝玩乐 看了个六够 才敢写那些东西 包括他那个城市的布局啊 街道啊 左边去试 右边试 胡在什么地方 剧院长啥样 什么之类的下边有什么地道 能够通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地道呢 那要不然比如说 你 王帝逛个窑 不是你有头有脸的 对吧 你自己不好意思直接敲门 说 人门口一问 说谁 然后说东文涛 东文涛是谁 说朴克 不能这样 走的地道 对吧 然后再离开这个一段时间 再很 这个离开一段距离 然后再出来 再出的地道 再骑马再走 再坐轿子 或怎么样 再溜达回去 对吧 这么着就很隐蔽 现在可能 这个据说 可能也有这种形式 这另外一回事 现在还有 就是有人家里挖地道 我不知道 就是有暗道 这个有暗道 这个 五妹娘呢 本来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 我被这微信朋友圈刷屏 放的呢 都是只有大头的 现在叫五大头传奇 我二娘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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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呢 唐 特别是唐初的时候 是一个相对自由 开放的社会 所以说 穿的呢 都偏少 人都是这个 而且都是偏透 就是你看到一些 比如说这个三花式女图啊 等等 这个敦煌里边 一些偏唐的一些绘画 因为敦煌也是好几个朝代 穿的都挺少的 都带这种各种各样的事物 透的都是那种沙式的 比如说 能看见你肚脐 对吧 而且 而且呢 这个漏的地方 都还蛮多的 人类朝代就是那样 这个 所以说呢 这个 咱们也不能怪人类朝代 为什么那样的 所以说 咱就给他砍了 啊 徐老师 你看这个五妹娘吗 你能不能看电视剧 没有 没有 但是我在 呃 我好奇的是 呃 很久以来 中国人就是把那个脚啊 小脚啊 是 看作是第二性器官 然后中国 后来 你看金兵梅啊 那些里边 对凶啊 很少描写的 就对于这个 这个凶器啊 绝对不像今天这样 是 吵死人了 你你你你去 我们要讲到 很严肃的金兵梅里面 对脚的描写 是非常非常精细 非常非常之多的 有 你记得吧 有个什么什么媳妇啊 在在那个院子里 那个甲山下面 是 对吧 是是来往媳妇 还有哪一个我忘了 反正西门庆要跟那个 下人的老婆 要睡 那个金 那个潘金莲 说你要睡 也不能睡在家里 所以他们就到甲山外面去 在在在外面 潘金莲去听 潘金莲听就送他一鞋子嘛 那个那个 西门庆送他个鞋子 那个媳妇也损得很了 他说他那鞋子啊 我穿了鞋子脚 放进去正好 就说是你脚小 就是说 就是说你 这句话的意思 啥意思 就等于今天是 你是二滴 我是四滴 就这么 这么个意思 那我就不明白 这个你 你从那个裹小脚的年代 好像是公元九百多年 但是也有说是水潮就开始了 但是在你看来唐代的时候 还是关心胸多过脚 我觉得唐朝是有蛮多的外边的文化的输入 对 所以你看唐朝他有些跟中国的传统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一 他喜欢金银器多过玉器 所以说唐朝用很多金银器 这已经是多民族了 因为唐朝当时就是在太原附近起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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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 李氏 本身那个地方就是五湖杂处的地方 他有一个很开放的心态来处理这个对外文化 因为他太强大了 他就敢有一个包容开放的心态 说什么都行 对吧 所以说很多他那种衣服 样式图案 其实是国外传过来的 不是传统的汉文化 他就把这个又变成汉文化的一部分了 第二呢 在这个道德律上是相当的自由和开放 公主经常可以在家 三家四家 三十多回 对吧 这个怎么叫洗白白 他有一种方式叫洗白白 比如说这个假设公主 你娶了公主 杜文涛娶了公主 然后这公主把杜文涛虐待死了 对吧 然后公主也挺伤心 号称挺伤心 我怎么那么嗨 然后就去到一个尼古安待半年 洗白白 有可能待不住 有可能待仨月 然后就出来 那我没娘不是 武则天就是洗白白了一下 而且还可以 就是说儿子的弄老爸的 儿子娶老爸的小老婆什么之类的 武则天也是 对不对 唐太宗的财人是吧 社会的普遍现象 社会的普遍现象 其实不二当时里边写的那个皇帝是五妹娘的老公 也是这个等于相当于他睡五妹娘的时候 你讲的是哪一个高宗 对 那个唐高宗 高宗睡母门娘的时候 小说演绎 经常会想起他爸 真是 而且这个事 我觉得有意思 你就说胸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们对于胸的关注点和西方人不一样 我们现在接受了西方人 比如说 我当然也是瞎猜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照碑这个观念 现在我们比较强调 你看范冰冰他们挤的胸 实际是西方式的胸 是这个戴承托 是这样像西方碗里一样 那你戴托托也没用到意思 球形 你就说那个沾花式女图 这个岛链图 唐朝一些画 甚至包括一些春宫的话 我看到咱们这个胸的线条是平缓 不是特别强调一个半球 对吧 它是平缓的 而且应该也没有胸罩这一所 而且我看了很多 这个描写 就是我就说 要不中国是饮食大国 就是说 中国人对女人的胸 历来的描述 比较侧重色香味 苏胸 白 或者是色香味 你看西方更重视是轮廓 它是S 你看咱的春宫画上 这女的也是比较平滑的 是的 我那天看见一个段子 不是段子 叫张黛 明朝有个文人张黛 写一段 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思 这一段 你还能看出唐玄宗 杨贵妃和安禄山 这三个人 是什么归房关系 很短的一段 就是说 杨贵妃早上起来 书头 化妆 然后胸 趴掉下来 就露出了一半 这个乳胸 然后呢 这个唐玄宗 唐明皇说 这个要做诗 然后你注意他做什么诗 就说 软温心拨鸡头肉 软温心拨鸡头肉 然后呢 旁边 安禄山的大脑袋钻出来 润滑犹如赛尚酥 对 对上了一句 你看这三爷 一个当皇帝的 一个当这个将军的 将军安禄山 还可以写这种诗 对 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 杀人凑凑凑凑的一块 是吧 玩这个 这传统一直延续到 现在某些地方的 贪官的关系 是不是 不是 但是你要反过来推 贪官不显示 不是 冯老师 我跟你说 咱要反过来推 是不是也能推出来 他这个父子 搞一个女人 比较乱的同时 唐朝的政权继承 也经常出现 杀亲生兄弟 唐太宗 这是中国传统 你觉得不光是唐朝 不只是唐朝 从最开始就开始杀 你看 我就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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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故 故宫了 西安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碑林 那里边有块碑 就是唐玄宗 李隆基 写的那个 孝经 我当时看了一个介绍 他就是夺得这个皇位 他是杀了他什么姑母 还是杀了都是亲人 但是杀完了之后 他深刻认识到 我必须要以孝治国 所以他要写这个孝经 这个东西 李世民他自己就是杀了哥哥 杀了弟弟才起来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跟性解放没关系 是不是 没关系 这就是权力道争 咱们到今天 你觉不觉得存在这么一种反推 就觉得 不能让你们太放纵了 不能让你们太迷了 你们要太解放了 这就天下大乱 礼崩越坏 是不是今天有这么一种 一种一种感觉 不相干嘛 凶跟政治斗争 我觉得这不相干 凶主要是还是为了 就是不让你们看嘛 而且我正好接着 接着二位的话说 如果都不让看了 这出口去哪 对啊 就是如果这也抑制了 那也抑制了 他怎么宣泄呢 这个人 不 其实现在没有在 这也抑制 那也抑制 其实这些年来 你注意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没有 就是以前 你看黄色录像 是犯法的 现在合法了吗 现在没说合法 但是也没说有人 鹰看黄色录像被抓 你想 仓景空这类 还到处赚钱 这照说应该拒绝入境啊 对不对 这毒害我们青少年心里 所以现在陷入了一个 灰色地带 就对于 以前讲的 这个淫秽 影像这个处理 至少你制作 肯定我觉得 还是犯罪的 但是观看 民工观看 就都掉 掉分层那种 现在好像也不大说 你这个是一个灰色地带 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 这个现在 我作为主持人说 只能是你的个人意愿 我没接到上级通知呢 墙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方老师一直就关心到了 很多民工的性问题 你说怎么办 真是个社会问题 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离开家 整天做这么枯燥的工作 你说让他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都关了 我觉得有社会学 应该关心关心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肯定说 也可以有办法的 那回到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年轻人不是照样 大家学学雷锋 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对不对 也没有录像带看 也没有洗头昧 你稍微一动 就给你搞一个 不成本关系 不过那就需要斗争 我觉得这 如果你不让他们 就精力 总要有个地方去 是的 如果不让他们 在洗头发 这个洗 发廊里面去 去发泄的话 看录像发泄的话 就要有实际的斗争 就要去救别人 或者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也是一种 利比多的发泄 荷尔蒙 就是性能量 你也要有一定的途径 是个管理的问题 当然咱别管讲性了 是吧 这个冯老师 也不光是性的代言人 性和情 好多女读者 肯定关心你对感情的看法 你觉得性和情是什么关系 都说男人是什么 有性才有情 是吧 我觉得万物皆有情 万物皆有情 人更是有情 那你觉得这种 比如说我看过 他写了一个文章 现在比较流行 暖男 你文章看得还挺勤 你的黑材料 我一行再整 而且发现还挺准 是暖男不是暖男 暖男 他说读谐音 经常读成暖男 暖男 很精辟 现在这个女的 就是义音 这个暖男 我为什么看呢 是因为我有同感 我觉得这些个娘 不是 我不能误辱妇女 这些个可敬的女士们 坐在一块就讲这个暖男 但是我跟他们辩论的时候 他们经常说 经常被拍 对 说你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你 你理解不了人家的好 你理解不了 但是我说他不是男人吗 我确实不太理解 我就说是不是现在世界上 出现了另一种男人 他跟我的内心感受很不同 什么叫暖男 暖男 暖男行 这个是百度的定义 因为这又存在定义问题 基本我还问了几个人 结合百度定义 大致的定义是 非常贴心 非常温暖 非常关心人 但是呢 能力 颜值 甚至财力都偏弱 这样一些这个男士 那就是小男人了 就是以前的讲的小男人的意思了 或许应该是这样 非常殷勤 非常体贴 非常温暖 当时我写这个文章呢 又被我觉得从 就是以德文涛为首的 一群媒体人误读 为什么 我当时有两个初衷 一个初衷呢 就是善意的提醒 广大妇女同志 暖男 其实有时候是猥琐男变的 他也是抱着一些 这个古怪的目的出来的 比如说他想睡你 比如说他想娶你 一旦完成他阶段性目标 这个暖男就会变成猥琐男 他插销就拔了 你不要以为 这个他能一直暖下去 是 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他们 要不是吃亏是咱们 这两人 要不是吃亏是咱们 对 第二呢 所以说我这个父母的 是拨开他这个 伪装 伪装 然后让咱们这样的 相对来说好贵 好贵一点 第二个呢 我是这个劝妇女同志呢 自强不息还是根本 所以那个文章名字叫 自己暖 自己穿暖才是真暖 也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把很大的期望 这个期望搁在别人身上 我觉得是长久不了 你自己最后也很累 那是病的治 也就是说你总是希望别人给你喂饭 给你温暖 你自己总是在冻着 在冷着 这是不对 但是女的能接受暖男 在事业上不很强势 那其实他不是等于他在自强吗 等于他放弃了男的的钱 势力 权力 这方面的要求 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也不放弃 他是要的这些 你还要上市集团 但还要暖男 是这样 我从这个什么 猿人的研究 我感觉到 猿人还是猿猴 猿猴 我感觉到 这个女性很难不挑剔 就她很难不什么都想要 因为什么呢 我的理论是什么 你看他从小 不是从小 从骨 女性这种高级动物 他是要为婴儿 找一个好的环境 你想什么样的环境叫好 他就赋予了他的一种本能 就是什么都得挑 是 对吧 基因好不好 种好不好 有没有能耐 然后会不会对我们感情持久 因为我跟我的孩子 需要你个男的 比较长时间的忠于我们 对吧 包括住的暖不暖 他一切 简直对了一切 就是这样 而且要的事之间 有可能有矛盾 但是女生 通常逻辑就差一点 就不考的这些东西 就是要要 对 也是因为女的比较痴情 她一旦选定了以后 她不做她想 所以她就希望来改变你 希望你这个 她选定的这个对象 来逐步逐步 满足她的要求 这个 要不说前一阵 我看还是一个作家 叫石康的 她现在 这石康感觉就不想回中国了 是吧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美国教 你知道吗 她就是 她就说 这美国 她说 她就是说中国的 这个过去找的中国女朋友 小鸟一人 这个 她说基本上都是为男人在床上预备的 她说我到了美国 我才知道 人家美国女的 是吧 那就是 就是说 根本不需要 你这个女的 怎么小鸟一人 她说你到美国 你就需要一个 拿着指南针 就能找到路 是吧 跟你一块能把一房子盖起来 她说当你找到那样一个 她那意思 美国妇女就这样 我看了那篇文章 她说去了美国 就中国女人就 就就不想了 是不是 但她其中讲的有一点 非常非常有意思 她说 美国人叫自己的 这个家里的人 叫 亲爱的 中国人的女的 叫老 撒千刀的 但是 其实这个问题是真的 但是杀 叫你杀千刀 那是亲爱的意思 不亲爱的 不叫你杀千刀的 所以这个是 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是一个开玩意 石康那篇文章 我也被反复的提醒 说你看看这个 这是又在冒傻气 这个真是不想回来 回来之后 妇女同志给他批死了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至少坦诚 是 对吧 这个虽然坦诚的 有点傻 但是呢 这个 非心里怎么想的 就怎么说了 对 所以咱从好的一方面 也看看她的意思 她的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 希望就说 这个女的 不要作为男的的 附属品 自己呢 多独立独立 其实无非也是这意思 但只是说的 那么找抽的样子 说法问题 对 他以后就成为 来自美国的冷男 冷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再代表女同胞问一句 我们女的就是在幻想 你就刚才说暖男 往往可能不是在水平 事业金钱上都没有优势 但是你们男的为什么不能 既有像你这样的事业很成功 又很有才华 长得还是帅哥 但你同时对我们女人 也是纳着暖男的这一款 为什么不 你们不能做这样的男的呢 应该 我这么知道在努力吗 他是这样的 有些有些 有些东西是有内在矛盾的 比如说 男的干事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全身投入 有可能那么几个月 有可能要一两年 比如说创业的时候 自己我自己创过业 把一个这个医道集团 送无道友 前三年 那那个时候 这个英文叫O-in 就是你自己 这个男的所有的精气神 都铺在一件事上 否则的话 那件事不见得做的好的话 你说的太好了 这个时候 你说你在要求他 雇家 给你这个端饭 给你买花 对吧 我觉得这个矛盾 没错 你是到底想让他成 还是不想让他成 没错 我觉得这个男性 他的注意力有个特点 有的时候 女的未必能理解 他会觉得 你就是在忙 是吧 你给我打个电话 要几分钟 你打个电话 跟我说 你在想着我 这不就一分钟吗 你为什么一分钟都没有 他不是的 没错 我认为 我要是分出一分钟 给你打了一个电话 接下来半个小时 我的脑子都回不来 刚才的这个状态 没错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但我怎么觉得 男的怎么样 多数还是女的造成的 你这个关键 就是说 对于女的来说 说到底 我能挣钱买房子 我在事业上站住脚 还是更重要 对大部分的女的来说 这还是更重要的 因此 养成了很多男的一种心理 他不是一天一个人养成 是从他青少年的时候 所有各种各样女的眼光 造成了男的的一个自我认识 自我认同 他觉得 我爷们 我事情做成了 我有些事情 我是可以放淡一点的 其实我觉得男人怎么样 是女人造成的 反过来 女人怎么样 也是男人造成的 范冰冰的胸脯 那么多受关注啊 女的有的就不 不找工作啊 奶茶啊 等等等等 也都是男人的目光造作的 一个社会男女是互动形成的 谁也别怪谁 互成 互为因果 就是 不过是谁的肋骨造了个女的 而且你不能看文艺作品 文艺作品常常是相反的 是完全相反的 比方韩国吧 我接触的韩国人 那个 女的好啊 这是贤淑啊 后来你才发现 就他男的造成 那男的太不像话了 把女的搞得这样 可是你看他作品电影里边呢 我的野蛮女友 神奇的 男的都都教授 对对对 暖男就是都教授嘛 对 对不对 这是暖男的 可是要真到韩国去 你去找找看 韩国应该大男子主义 比咱们也 当然 你看女的 乖乖都整容去了 不管怎么样 几滴几滴都整了 这么多人整容 就说明男的的要求 多么强势 你想想看 对不对 他就是有时候啊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那天 我碰见就跟徐静雷做节目 我就发现 他现在出现的 女性啊 人家不需要你那样 你比如说 我就认为 我是没什么教养的 就是你比如 有时候就忘了 你知道有一次在巴黎 我就觉得 马上我就意识到 就是我跟一个 女性的朋友 是吧 咱们中国人 吃完饭 那是个旋转门 那巴黎那个 在门口一转 我正好走前面 我就出去了 把这女孩 堵后边 但我眼睛的余光 看见这个巴黎 这个威特 那意思就是 你看着中国人 就这样 但是我那天碰见 徐静雷 徐静雷说 说我觉得 凭什么让男人 给我开车门 我不需要 是吧 但是我不需要 你这样对待我 文化差异 他就觉得 你给他开车门 实际上是你 认为他是低等 认为自己不行 对对对 那李昂 写杀夫的台湾作家 我一次在香港 他吃饭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最厉害了 你知道杀夫 那个小说就在写 我到开门的地方 我停了一停 我就说 是不是好像 不应该帮你开门 李昂就说 门还是要开的 买单还是要买的 大男人主义 是要反对的 李昂这个女权主义 才厉害 我觉得特别来标示 说我不要男的开门 我什么什么 这是初级阶段的女性主义 是那种故意较劲 真的成熟了以后 他从观念上否定 所以好些事 还要互相商量着来 我问你 你骨子里 有大男主义吗 我觉得应该有 我觉得我也有 他妇产科医生 说这么久 但不会特别多 是吧 但应该就不会 不会多到这个 石康这种 对 但是表面上 还能装得特绅士风 是吧 装嘛 装装就习惯了 他说的好 接对为你播出 健康新概念 这就是这个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这就是说 我说 你这就是这个 很安分